对 往后走 再上去 好 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 那个擒后步法 上节是后前 这是擒后 擒后步法就是球速度快的 球顶上来 我们要往后退一点 那么后前步法是 右脚加力 左脚迈向前 那个这是相反的 比如说我站在这个位置 球要顶上来的时候 我是左脚加力 后脚往上迈 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让出一个空间 你看 慢一点的 快一点的是这样子 它这样子是快的 慢一点的是 右脚迈出 再迎前 一定要注意 往后走的时候 在身体一直引拍 走到位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有个迎前的动作 这是后往前 当然了 我们在别人给我们的底线的球 或者速度快的球 或者说我们处理一个半高球 机会球给别人 别人要打我们 我们要退台防守 我们是这样子去防守的 而不是看着球过来 这样子去防守 这样子是左脚 一定是右脚 你看 这样子去走 它就比较稳定 身体控制的比较稳定 来 我们再示范一个 就是别人发那个下拳球 顶到我们的底线 你是想打比赛 发下拳球 给我 顶到我们底线 你看一下我怎么用后前步法 顶到底线去 再往前迎 对 再往前迎 那么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要侧心抢拉 这板球呢 我站在这个位置 对方顶着底线 你看 我就出去了 看好 这板球一定是右脚 右脚带着左脚走 你看 上去 上去 你看 对 往后走 再上去 大家看一下 这个再上去 这个是侧身 前后步伐 直接前后步伐的话 顶上来 再上去 直接前后 再上去 正手也是一样的 正手如果说是 跑 前后步伐 往侧面走 往侧面走 好 关注我 学习更多的 拼拼球知识 西瓜视频